大家好,我是大象 欢迎来到我和妈妈的频道 大象 啊? 那个,今天学校是不是发邮件了? 对 学校发邮件说什么呀? 说 明天又用那个zoom 在程序上网课了 那你上次用过一次zoom是吧? 对 然后你都没有跟老师和同学能说话 对 那这次还要用这个app上网课 那现在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? 我解决了 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进入入软件 然后点击加入 然后输入会议号 我们的会议号就是970 这样可以 然后输入密码 然后输入密码 我们现在还不需要打开视频 对 需要打开的视频的时候可以把视频的按钮打开 然后这个就进来了是吧? 对 然后这就是那个新的更新后的zoom的app的界面 你看它最左边是一个箭头上面有一个小耳机 然后上面有通过设备语音呼叫 这个白色的这么一个方框 然后右边呢是开启视频的按钮 刚才呢我们并没有把视频打开 那如果你按一下这个红色的 就开启视频按钮 立刻就可以把视频打开 这样子 嗯 大家那怎么可以听到声音 让别人也听到你的声音啊 就是点击这个 然后一直点一下 然后就有这个 这个通过设备语音呼叫是吧? 嗯 然后点一下 所以这是一个按钮 不是一个标签 现在有声音了 现在就可以听到 现在一直不停地回声 因为两个手机放得很近 嗯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可以发言呢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 又是一个老师 也是一个老师 那个老师 现在 现在的话 就可以和老师和小朋友说话了 然后就可以安心上课了 嗯 不用担心 然后你都听不到别的小朋友说话 或者是小朋友听不到你说话 是吧? 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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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